好 那么再来 如何面对对峙自己的懈怠 这真的不容易 我们娑婆众生呢 就是欲戒的众生本身就懈怠 好行乐 那娑婆众生欲戒的下沉 最底端 那个懈怠 无以复加 再来我们生命又短 我们生命比一只蚂蚁还要短 你知道吗 那个四天亡天啊 一天哦 一天哦 人类五十年 换句话说 他早上吃完早灾 我们已经二十岁了 晚上要睡觉 你已经五十岁了 隔天醒来你六十 他的第二天晚上再睡醒 你已经挂在墙上了 你看你生命 我们的人类生命有多短 所以你再不做 你再不努力 你还要懈怠 你说这是很好笑的事情 但就是懈怠 体力也不足啦 意志力也不足啦 这就是我们的弱点 当然人类可以意念 可以记忆 可以记忆 特别是小孩子更容易记忆 那要利用小时候的容易记忆 多记忆 然后呢 记下那个精进的样貌 读什么呢 读高深传也好啊 读大的 不过有些高深传 超越人类能做 那当然就没办法 一般越近一点的高深传 他们的成就 他们是怎样 那你就看着你也要什么样 心有向往 你要心中要有典范 要有典范 是这样 那有人说 像今天那教授 在国外打电话来啊 我们在谈那个灯光 他就先说 他说师父你都不休息 其实我这句话听起来也很难 自己也很难过 我哪会我想休息啊 问题就是 舍不得休息啊 就觉得听一下事情 真的做不完 我这一辈子 我上次我跟那个 跟那个大法官讲 前大法官 前任大法官 我就跟他聊天 我跟他讲说 我已经在想过 我去说佛世界再回来 我要干些什么 我差不多已经在想这个词 我自己 现在所想的事情 我都已经知道 我这一辈子做过 你说你怎么样 那根本就舍不得 不是不想睡觉 舍不得睡 不忍心 不甘心去睡觉 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要怎么样 避免懈怠 就是自己要有目标 修行的目标 不要说杜众生啊 这太远了 我说修行的目标 今天的功课 你要定下来 你给自己一个目标 然后鞭策自己 恍惚是一天 精进也是一天 你瞎忙是一天 你有计划的工作 也是一天 你要知道 所以懈怠 懈怠就是你没有安排 生活的tempo 的脚步 没有安排你人生的阶段性目标 没有 然后就过日子 没问题就念主带到家里 开港 现在回来就说 师傅 卸怠怎么办 正笑的 是这样的 你一直在干这种事 然后也做得很自在 你还问我吗 那我讲的对你有效吗 所以要记得 要精进起来 要给自己定目标 每天都要做多少功课 该怎么样做 该什么样的工作要去做 该读多少经书 像我 我这要求自己要做多少笔记 做什么样子的讲义 我讲课 我得看资料 我要先看 是这样 所以说呢 懈怠 念死 念无常 给自己目标 这样 懈怠 懈怠 可以少一点 我不敢说完全没用 可以少一点 打算 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